看一下这个质感怎么样 挺瓷式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姜米雪肠 好了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首先看一下咱们的食材 猪血 这是一斤二两 这是肠衣 肠衣最好使用的是那个 猪的那小肠 所谓说的那个苦肠 我这是买的那个属于那个肝肠衣 咸的那种 米呢是二斤 二斤米 再加入呢 这个煮肉的汤 葱姜 加块肥肉 主要是蒸香的 现在呢咱们看一下 把这个 五香粉 先放里 再把这个葱 切成沫 好这样就行了 米地状 姜 切沫 够了 那么看一下啊 来往前来 把这肉呢 把这肉呢 片成片啊 四毫米 五毫米 都行啊 切成米地状 必须有点肥油 必须有点肥油啊 都可以啊 有的地方呢 像 盐边 盐鸡啊 那边 也做这个啊 在老家 他们呢 有的里头 放点青菜啊 还有放点这个朝鲜辣白菜的啊 过里 总之 总之 怎么做的都有 盐 加这些 味精 肉汤 再加点四百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开始挂啊 咱们这个 操作这个流程 你先看一下啊 先把这个 厂子的一头啊 像这样 不要太满啊 不要太满 这样就行 鸡呢 是比较简单 关键呢 是这个米啊 现在你看啊 这边的米多 这边呢 猪血多 这样的话呢 得把它均开 这样 好 就这样 再下一个 这个肠啊 咱们都是 一根一根的吧 我用那个自来水 那个龙头啊 往里灌啊 灌上水 试一下 看漏不漏啊 否则呢 你像这个啊 不当是哪儿 反正多少是漏点 漏点不多 这个也可以这样 把这个猪血往前这么动一下啊 用手摸一下啊 用手摸一下啊 里面 一半啊 一半是米 或者一多半是米 这就没问题 好了 朋友们来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 太多了啊 你看这个地方 太少 这地方 看 全是猪血 这肠是这样动啊 这个 这个好了 好了吗 看一下啊 蒸个四五分钟的时候 检查一下啊 看差不多了 可以放气 否则的话 怕它热透了 一拱 拱破了啊 啥叫拱破了 气太大了 炸了啊 都裂缝了 这样 好 来 王爷妈 来 过来看一下啊 放下气 一寸远 一个眼 好了 来 王爷妈 看一下啊 熟了 凉透 再切 好了 来吧 来吧 咱们再往根杆 看一看啊 看一下这个质感怎么样 挺磁式啊 看 我替你们尝尝啊 先张个大嘴 尝尝 这个 糯米呢 这个肠啊 入口 软 糯 这个香 突出这个 突出血的这个味啊 非常不错 另外呢 这个活吧 不太好干 啊 怎么说不太好干呢 脏 啊 你看我又换个衣服啊 注意注意 来两点 换一个吧 注意一点 这儿来了点 哎 我得了 给我这个服装换上吧 我的围裙还没有上来 咱们吃这个啊 这个 呃 没有尽速含量 没有尽速含量 就是关键你想怎么吃啊 你像这种啊 这种 我切这么厚的片啊 这是 一公分 多一点 一公分二啊 然后呢 下那个电饼窗子里 煎一下吧 啊 蘸这个汁吃 这个汁是什么呢 蒜 辣香油 啊 熏醋啊 再来点海鲜酱油 往里放啊 一条这个汁 不错 咱哪家呀不是 麻烦点吧 你最后灌猪血这个活吧 就是有点脏啊 碰哪 红的蜡蜡 那不好看啊 那你做一份多重点啊 二斤米 出 这样的盘 出三盘 三盘 这这些 啊 出这些的三盘 啊 156块钱 挺高 硬点事啊 刚才我讲了这个煎 煎完以后呢 顶了 刷一层那个辣椒酱啊 或者呢 蒜蓉酱啊 都行 刷完蒜蓉酱呢 然后呢 点这个熟辣椒面啊 或者紫盐粉 也非常好吃 你煎一下了啊 啊 用它炒那个饼子一类的东西 都行 炒馒头啊 都可以 就说这么些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的网页下方留言啊 谢谢诸位观看